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Transform Carrier的讲师 也就是TC就职学院的讲师 日记博文 大家也可以叫我李博文 今天短い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讲一些什么呢 我今天会给大家解释一些 关于就职上面 可以用到的一些单词和生词 比如说 那么什么是ES 大家也许都听过包括什么是GD 那么具体到底是指的是一些什么呢 哪怕OB访问也好 或者是一些实习 internship 这些词的真正的意思和含义是什么 今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当然像这些词 大家到时候就职开始了 大家很多包括日本人也好 中国的就职找工作的同学也好 都会去说 很自然的说 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不懂呢 可能也对大家不太好意思去问 感觉 今更ちょっとこういうの聞くのと 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早速ながらやりましょう 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何为救火解禁 就活解禁 用中文来读的话好像有点奇怪 那么也就是说 日本的金团联 它底下的一些企业 遵从金团联的规则决定的企业招聘日程 这个呢很体现我认为是个日本的这个国民性 包括企业 因为日本的国民性呢 它有一个叫统一 大家都会非常的有一个统一化管理 那么大手企业也是一样的 他们会规定在全球来看的话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美兹拉系的一个 很稀奇的一个动作嘛 因为他们会规定的是 基本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开说明会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面试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给学生内定 那么这些都是规定好的 而且那么每一年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多少的变动 那么其实至今为止呢 到2014、2015年为止 其实都是12月和4月 也就是说12月可以开始说明会 4月开始可以面试和内定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在新闻上面应该也能看过 首相他提出了两次的改变 一次呢是2015 那么2016年开始是说明会 解禁为3月1号 也就是说3月1号开始可以开说明会了 面试的解禁为6月1号 那么就6月1号开始 是可以正式的去面试 和学生面对面的面试 并且可以给学生内定 时间呢说实话不是特别长 那么什么是金团联呢 金团联是由东镇第一部上市企业为中心 组成的一个经济团体 在政治和经济上呢 享有极大的影响力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会特别的遵从 这个金团联的规则去行动 比如说三菱 那么他们是个日本 大家众所周知 是个日本的最大的一个财阀 那么他的背后是日本政府 所以说他们会非常的遵从这些管理 但是呢也有不少大企业 就像我刚刚说的 于3月1号前在水面下 什么叫水面下呢 就是以一些其他的名义去跟学生见面 比如讲什么名义呢 一些实习 还有入社体验 或者是一些名义进行招聘 那么就像是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 说实话 优秀的人才 当然就像坐在电视机前 电脑前的各位 优秀的人才 谁都想要 那么对于优秀人才 也是有一个极大竞争力的 那么所以说 企业也想一刻も早く 想跟这些优秀的人才 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 想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这个企业的有多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已经会找各种名义 去跟学生去见面 那么刚刚我说的这些 就是说水面下的一个招聘 活动 那么还有一个一些企业呢 比如说外资企业和风险企业 它本身就自身没有加入这个金团联 这个组织 那么当然也不受金团联的束缚 所以说他们会 很多这些企业呢 都会在12月 或者是明年的1月2月左右 就是会提前进行一个选考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很多同学会问 为什么很多外资公司 12月开始了这么早 就是这个理由 因为他们不受金团联的管理 他们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 就职招聘活动 就联合了 就联合了 就联合了